第2026集 想跑,给我站住 叶晨目光震怒,不灭龙弟的真身就在眼前,他岂容逃脱 一道古老的阴节,骤然从叶晨喉咙里破杀而出,是天龙八神阴 不过,叶晨并没有施展全部,只是动用了一个阴节 毕竟33天鸿蒙古法对气息消耗实在太巨大了 这是底牌,叶晨不会轻易动用 现在为了阻止杜仲逃跑,叶晨动用了一个阴节 顿时,一圈圈连一般的阴沙气浪,骤然弥漫而出 杜仲遭到阴沙气浪的冲击,仿佛被锯锤敲击,顿时吐出了鲜血 脸色发白,脚步几乎要跌倒 虽然只有一个阴节,但33天鸿蒙古法杀伤力实在太大了 一个阴节就能震伤天神镜四层天的高手 该死 杜仲咬了咬牙,只感到胸腹肩气血翻腾 五脏六腑剧烈扭曲疼痛 但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倒下,否则必死无疑 当下杜仲忍着受伤的疼痛继续往山下奔去 哼,夜晨冷哼一声,提剑直追 现在杜仲已经受伤,步履缓慢了许多 他绝对能够追上 两人一追一逃,很快便来到了山底 我眼下受伤 如果跑出去,绝对摆脱不了这小子的追踪 必死无疑 玄元大人说过 如果实在没办法,可以开启阵法释放青室竹笼 杜仲脚步一顿,眼神闪烁起来 这山底下面有一片深渊 上古大凶青室竹笼就被镇压在深渊之中 玄元末爷非常谨慎 他知道夜晨手段很多 就算有两个天神镜四层天的高手 也未必能够杀死他 所以他还有最后一步棋 那就是释放青室竹笼 青室竹笼这可是上古大凶 连神帝都要忌惮 此等级别的凶兽气血磅礴无比 就算经过无尽岁月的镇压 依然拥有着滔天的神威 如果青室竹笼出世 绝对能够杀死夜晨 虽然青室竹笼出世后 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 令生灵涂炭流血千里 但只要能解决夜晨 这后果天道功也能够承受 这步棋实在太狠了 轩月末也把圈套布置在囚龙峰 就是为了这步棋 夜晨再拟天 也不可能敌得过青室竹笼 只要青室竹笼出现 夜晨必死无疑 贫了 杜仲咬了咬牙 当即踏入深渊之中 这家伙想干什么 夜晨心脏一跳 独重不往外面跑 而是走到深渊里去 他想做什么呢 要知道 上古青室竹笼 就镇压在囚龙峰深渊下面 难道他想释放青室竹笼 想到这里 夜晨顿时毛骨悚然 瞬间猜到了轩月末爷的后手 轩月末爷 你这步棋真是狠毒啊 夜晨头皮发麻 青室竹笼的实力 比起独角汗拔 黑煞摩蝎 不知道厉害多少 连神帝都要忌惮 如果被释放出去 他连渣都不会剩下 怎么死都不知道 阻止 必须阻止 集武 神闪 夜晨脚步飞掠 狂然踏入深渊之中 只想阻止渡众 这片深渊实际上是一个石窟 周围全是亘古的岩石 而在岩石之上 雕满了诸多镇纹符号 在上古时代 为了镇压青室竹笼 诸多强者联手 以天地为镇 以山岩为福 利用天地山岳的伟力 压制青室竹笼的气息 而这个镇法的开启之法 宣元末也肯定知道 而且肯定传授给了渡众 夜晨一踏入深渊 就嗅到了淡淡的腥味 空气之中 带着无比磅礴的凶兽维亚 这深渊地底 绝对隐藏着什么强大的存在 即便被镇压 但外泄出的一丝气息 就让人感到非常大的压力 杜仲的身影正在夜晨前方 夜晨筋骨震荡 喉咙张开 再次释放出一道古老的 鸿蒙阴结 狠狠碾压而去 在石窟封闭的环境里 鸿蒙阴结的威力大大提升 巨大的阴沙气浪 如重锤砸在杜仲的脑袋上 杜仲吐出鲜血 狼狈跪地 不灭龙地的真身 滚滚掉落在一边 夜晨想去挽救 但默地 地底深处 传出一阵低沉的龙吼声 如雷击 如颤骨 如雨点 阵人心魄 夜晨心脏剧烈跳动起来 一时间竟愣住了 而杜仲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了 眼眸带着巨大的绝绝 双手连连掐绝 嗓音嘶哑念诵着 天开地起 上古复苏 咒语 这是开启封印阵法的咒语 一旦他念咒完毕 封印着青室竹龙的阵法 就要彻底开启 被镇压了无尽岁月的大胸 将会重现实践 给我死 夜晨目光震动 浑身气息爆发 狠狠地一剑 怒劈而出 剑气狂飙 只想斩杀杜仲 阻止他开启阵法 敢 而就在这时 一道无比磅礴 无比霸道 无比凶狠的声音 从地底下传出 这声音带着上古大胸的威严 只是一个阴节 但蕴含的威丫 比起夜晨的天龙八神音 居然丝毫不弱 夜晨劈出去的剑气 一瞬间被碾灭了 在地底深处 似乎有什么可怕的力量 在阻止他的动作 古之大胸 听我号令 起 而杜仲 没有任何阻拦 终于念完了咒语 咒印腐落 整个深渊石窟 周围岩石上的阵纹符号 顿时绽放出了璀璨光芒 虚空里响起了神魔的吟唱 强横的阵法波动 一圈圈弥漫出去 石窟弟弟疯狂摇晃起来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出事了 青石竹龙要出事了 小子快跑啊 不灭龙弟大声咆哮 催促着夜晨 而夜晨望了往前方 不灭龙弟的真身 就躺在地上触手可及 他实在不想空手离开 但如果逗留此地 等青石竹龙出事 恐怕是死路一掉 罢了 宣言莫言 是你赢了 夜晨咬了咬牙 心头在滴血 狠狠地深吸了一口气 慌忙转身往外面跑去 他没想到 宣言莫言居然这么狠 为了杀死他 居然连青石竹龙都敢放出来 这种上古大凶出事 恐怕神国不得安宁了 夜晨还没跑出去 脚下的大地突然开裂 一蓬蓬岩浆 疯狂地滚涌出来 整个石窟顿时成了一片熔岩世界 无穷无尽的魔器 无穷无尽的威严 不断地爆发着 终于 一条无比巨大的龙 从地底下冒了出来 青色的鳞片 闪烁着滔天的凶芒 双眸开合间 如有星河沉沦 无数晨昏惠明的天机 在他目光里不断地演化着 苍老的龙须 似乎带着亘古的沧桑 喉咙里隐约散发的低吼 足以汗荡荡日月 震人心魄 竹龙大人 杜仲当即跪下来 连连叩头 眼前这条青龙 正是传说中的上古大凶 青士竹龙 青士竹龙身上有着 无穷无尽的魔器 他的气息 简直是惊天动地 磅礴到了逆天的地步 叶尘看着他的身影 深深震撼了 这青士竹龙 比起独角汗拔 黑煞摩歇不知道厉害了多少倍 即便经受了天星台的折磨 还有无尽岁月的镇压 但此刻的青士竹龙 依然有着微震还宇的气息 让人看了一眼就感到震撼 不可战胜 绝对不可战胜 瞬息间 叶尘就判断出 靠自己目前的实力 不可能战胜青士竹龙 除非是轮回之主再度降临 否则没有丝毫胜算 如果真的打起来 他渣都不会剩下 宣言墨爷这最后一步棋 是拼着生灵涂炭 流血万里为代价 也要杀死他 他想要翻盘 哪里有这么容易 是你释放本座出来的 青士竹龙目光深邃地望着杜仲 在他磅礴的气息笼罩下 杜仲这个天神镜似层天的高手 宛如蝼蚁尘埃不知一提 是是是 杜仲连声点头浑身发抖 很好 本座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 青士竹龙舔了舔嘴唇 眼眸神光闪动着 不知道在盘算些什么 愿望 杜仲一听 顿时精神抖擞 指着叶辰宁力道 帮我杀了他 闻言 叶辰悚然失色 现在青士竹龙苏醒 出口空间已经被封锁 他已经逃不出去了 杀了他 青士竹龙瞇着眼睛 打亮了一下杜仲道 你内伤很严重 被天龙八神阴震伤了 如果再不治疗 恐怕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你不打算先让本座出手 替你疗伤吗 被镇压了无尽岁月 此番复苏 青士竹龙似乎很有兴致 居然和杜仲谈聊起来 不用不用 杜仲受宠若惊 我的伤势出去后可以慢慢痊愈 但这小子是我天道公的死敌 烦请竹龙大人出手 替我杀了他 好 很好 没问题 青士竹龙咧了咧嘴 露出无比猙獰的牙齿 猛然一挥爪子 一阵强横的进风杀出 如飞剑般切割夜阵的身躯